马康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 说一气满了 信一觉近了 你门当悔改 信福音 就好像你会看到 为什么神用以色列 所以在圣经里面说的受浸 有说到耶稣的浸和摩西的浸 就是说摩西带着这群以色列人 在云下海下经过 为什么会有摩西的浸来呢 原因就是说 原来以色列人 他们以前一生四百多年都是做什么 奴隶的 但问题是过中海之后 他们不是做奴隶 所有东西都是白白得来的 是因典时期 所以摩西的受浸 就是说他们有没有做回以前的行为 原来神就用了这么大的会剧 给我们看见 摩西的浸就已经是一个预表 告诉我们一样东西 就是说原来这个是我们脱到以前旧的行为 所以以色列六百万人 以前四百多年做奴隶 搬石砍石仔 用来做砖 在圣经里告诉我们 但他走了之后 他有没有再做这些 他没有再做这些 对不对 但神就用了这么大的图形 告诉我们事实 就是原来他要我们怎样 要我们信了主 都知道这个三部曲 就是说我们愿意懂得 在信主的时候 听了这些讯息 然后我们在听完信息之后 真的去受浸 然后真的去被说服 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我们经历了这件事的时候 不是只是福音 你其他真理都是这样 当我发现这件事的时候 我发觉研究圣经真理得启示 都是用回这个方法 我得启示 你以为我不需要经历过一连串的悔改 要啊 我就是想到一些方法出来悔改 所以我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 我能够在因此运作当中 听到神的声音 是因为我想到一连串的方式去悔改 其中无知都是一种序理的 你知不知道 所以我就去读这些的营养学 读这些的治疗法 我是知道更多这些的字眼 知道更多这些的病理 但最主要不是说 使我可以下药 最主要使我就是说 知道病人在这个身体有这样的痛的时候 其实是什么病 因为有时这种痛 在聚会当中就在我身上 好人好者 全身病痛地去聚会 很多时候 是突然间临聚会之前的几十分钟 就是有的了 所以我逐个病痛叫出来的时候 一叫出来 那个病痛就没做了 只要我一说那个位置是准 那个病痛就没做了 所以我知道那个位置一定准 我一定叫人去找个人出来 就是这样的意思 知道吗 知道吗 原来有时候我们自己的软弱 我们自己的问题 因为我们未经过悔改 但是经过悔改就是有很多的程序 我们后来学回来的智慧 就是使我们慢慢去演变 以不同形式去悔改 想我们更加像谁 更加像神 所以变了早期的悔改就是很简单的 很单纯的 受证告诉你 是改了一些你能够想象到的东西 比如有些人可能在做妙足的 就是妙足意思是在佛堂里面做管理的人 那他相信了主 那当然不要做了 那有一些做了和尚的 是不是 那他相信了主 那当然不要做和尚 这些是基本上 我们信福音的时候 悔改 信福音 悔改 信福音 我们自己想得到的 但是到我们信了主 进心更加认识的话 我们会不断看圣经 不断看真理 所以很多时候我发觉 我们和神隔绝的原因 就是我们 其实是我们未悔改的地方 所以变了 有些人你会看到 很有趣的 现在就解释了 为什么有些人信了主 一下子有很多祝福 有些人一下子 起码有救恩的祝福 但是没有其他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两班人 一班人一下子多祝福的原因 就是他根本一路过了一个 很正常的生活 很多悔改和改革自己的生活 所以他信了主之后 他将这件事延伸了 他的生活很多层面 所以在他的生活当中 很多层面都得到祝福 但是另一些人 是却步的 长头草没有说 长头草一定落地獄 我讲的是那些却步 就是说他信了主 只是改一小部分 有时候来自他智商 信主的年纪小 或者是没有人去教 或者甚至回到一间 落地獄的教会 那个牧师教 你信了主 你和圣戀都可以继续 那就写定了 现在你明白 为什么有些人 信了主会得到祝福多些 一些人会少些 大家都一样 回到同一间教会 上同一个讨告会 回到同一个家序 但为什么两者都不同 因为原来有些人 在我这么多年研究 就发觉有些人 他们的生活 是没有别人这么伟美的 而平时他信了主之后 他自己是懂得 一里通八里名底下 把很多不好的漏杂都改 而另一些人 他一样有这些漏杂 但他未去到那个阶段 知道要悔改那些 记住不是改 而是悔改 今天我讲悔改 这个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悔改和改的分别 这个不花时间又讲一篇 但那是包括你情绪上 和憎恨了你以前 做这件事的那个你 然后你自己才以后倒闭 不讲这些说话 不用这些口头线 不做这些东西 不认识这些朋友 不去这些地方 不要看这些东西 这个才是一个悔改的 而并且你慢慢养成 成为一个这样 拥有这样的性格的人 OK 那你会明白了 原来就是说 我们所说 当我们不断悔改 不断悔改的时候 我们就进入神所说的圣结 就是圣殿所说的 圣灵来结的果子 就是为了这件事 它不是赌钱的灵 它不是一个喜乐的灵 它不是一个花费的灵 它不是一个表演的灵 它不是一个表演的灵 Performance的灵 它是圣灵 是圣结的灵 Holy Spirit 是吧 它教你做什么 它教你圣结 所以神他曾经说过 祂说 你们要圣结 就像我圣结一样 原来 当我们悔改的话 我们越来越圣结 就越来越能够进入 什么呢? 神的同在里面 其实神一直在解决一个问题 用圣殿也在说 祂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让我们不断去圣结 不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改变我们的流站 这个世界 或者我们自己 软弱私欲所衍生出来的 各样的罪 而导致我们能够 什么呢? 我们圣结像神一样 我们能够去见神 我们越来越亲近神 所以你会看到圣殿里面 最终极的 属罪日进入的 就是Holy of Holy 是智圣所 是最神圣之处 如果直接逆 就是最神圣的这个地方 那些人就最经历到神的动作 而主耶稣的补血和救恩 就是示范了给我们看 程序的第一步 就像打赛类游戏 一些人开始玩COC 开始起了一个TC 那你就脾得肉 玩完了 我就等爆机 那你会觉得那人傻 你起完TC 就坐在那等爆机 起不时 基督徒不是在做这件事 他怎样比这件事 他们还要拆掉TC 起完还要拆 他有本事拆掉TC等爆机 就好像基督徒 说信了主 接着又不断犯罪 犯奸人 然后等上天堂 你们看到真的有这么傻的人 有这么疯狂的牧师 才搞这么低能的教会出来 才会这样 就是完全 真的是谋人子 是黑店 但问题 现在我和大家分享的 起不时这些原则 在圣经里面 就是说出一个这么实的道理 而这个这么实的道理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经历 我和大家去分享安步走断 将它实际的拆解出来 你们经历到的 但问题是原始点 原始点就是灰改 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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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信仰就是这样 但问题是 这就是人 职集出来的特性 所以 这就是当年我想通了 看圣经 便明白了 为何神要设立这个仪式 就是受灾 就是提醒这个东西 就是你要灰改 而并且还要刻意记载施细寒 这一个和法利畅人的对马 就是说 明明 施细寒你受灾 现在法利畅人都来受灾 你说的 他们信他才会来受灾 但是施细寒在说 你们肯受灾 但你们不肯灰改 那你受灾的意义 就错了 受灾其实是提醒我们灰改 他们已经扎定了马 不愿意悔改 不过我会来接受这个仪式 我肯受灾 但很可惜的是 这个起不是 现在所有很多基督徒 过不了的一关 对不对 所以现在你就明白 和当时我也明白 为何神真的要搞这样的仪式 为何要这样做 原因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因为 不要说没有这个仪式 就算现在有这个仪式 有这样的经文 人都可以有本事在这里 skip了悔改 这件事 马虎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 说一气满了 信的歌坚了 你门当悔改 信福音 我愿爱上 心珍惜充满兵分 人生 再不愿 遇到 再不愿 远更入 足逞 你这结症 比较深 irk 十大人全藏在心 我已哀愁 全心跟你占人 神啊 让我倾诉 愿我的心 想被塔人朝向 你的国度 更靠你心灵最欢迎 谁祈祷 奉上心灵 愿被授造信服之恩 愿你只要静停我心好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